艺人余文乐现身澳门出席特技飞车表演 本身是爱车之人的余文乐 笑颜类似的场面拍戏经常有 还说男人天生喜欢速度跟车 正如女人爱买包包跟钻石一样 不过如果要在电影中拍那么惊险的场面 余文乐是不是得回避一下 因为现在你已经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 也没有啦 说实话真的没有 没有刻意的去不做一些所谓危险的动作 那其实现在拍戏也真的很安全 所以真的跟以前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不像以前你想做 现在都没得做 因为剧组是不会让你做 因为安全对于一个剧组制作单位来说 现在太重要了 所以反而现在你想自己做也没得做 作为男演员拍动作戏碰碰撞撞 简直是家常便饭 不过最防不胜防的是发生了身体里的毛病 比如说前阵子余文乐跟太太王唐云去了日本旅游 在不用工作的情况下还是进了当地的医院 最近确实身体不是太好 因为有各种的毛病就都有跑出来 然后最近要比较注意身体 因为可能之前时间太忙太忙 然后自己也不太察觉得到 然后压力也很大也没有察觉到 然后医生去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有跟我讲 那需要休息 那现在只要连续工作的时间很长的话 身体会立马就有反应 其实蛮痛苦的 我自己蛮痛苦的 因为我也是喜欢工作的人 可是如果工作太累 身体会有很快就会有变化 所以尤其胃啊等等肠胃啊等等的 之前也进了一次医院 所以是时候要注意一下身体 我觉得这行的职业病吧 算是 因为我有跟一些圈内的朋友聊天 导演啊各种的 他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毛病 因为长期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底下工作 时间很长很长 然后休息很少很少 然后几乎每个人都会有 有有有这个这一些问题出现 他有什么在做大洋商 他有担心但他也不会阻止我工作 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 也知道工作是难免的 所以呃他主要是准备多一些就是 药啊 supplements啊就是 顶多是这样子 陪陪呃比较问候的时间会多一点 另外儿子cody出生至今已经五个月 被问到是否已经变成了超级奶爸 余文乐笑颜自己只管跟儿子玩 换尿布的时候 因为自己不在行会被赶走 看得出儿子的降生令余文乐开朗了不少 不过为什么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儿子的正脸照呢 应该都不会了 应该确实不想 因为 不是说 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啦 只是说 希望小朋友不要被我影响到 因为 因为我希望他能够比较自由 比较自在一点点 然后也不太希望 因为我的身份而影响到他未来的生活 这个可能 这个 家长的话会明白的 不过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跟余文乐一样想 好像艺人成豪 胡信儿 还有兄带领 他们都完全不介意让自己的孩子曝光呢 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事件嘛 魔方全媒澳门报道